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这节课我接着给大家讲解NDK技术 本节课我们接着上面的讲 讲这一部分 NDK开发的步骤 这节内容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教堂应用程序 一个安卓应用程序 里面怎么去调用一个c元函数 当然整个过程我们倾向于去实现的这个步骤 大家通过这个NDK开发的步骤去学习一下 它开发到底是什么一个步骤 理论,新的理论还会在后面进行追焦 这里说了,第一,封了这么几个步骤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第一个步骤,声明本地方法 当然是在教本当中创立一个类 然后去声明一个本地方法 然后教载动赞库调用本地方法 送进动赞库 后面就是运行测试 现在就第一步 声明本地方法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项目 我把这个最原始的项目进行一个复制粘贴 NDK TEST E 打开这个项目看一看 把这个可以删除掉 看一看 把它修改一下 现在是不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项目 所有修安卓的人都懂 每个项目建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看一看布局文件 也简单 利落雷二头里面包含一个TESLA View和一个Button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 我不用再参数 还是完成我们的第一步 说声明一个本地方法 本地方法的声明 本地方法的声明是用NATIVE来进行修设 然后后面没有方法体 但是它并不是抽象方法 这个方法实际上我们是这样的 它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去调用这个方法 但是又不是这个方法在执行 它真正执行的是一个C元函数 所以说这可以理解成 在交外当中去声明一个C元函数 这个C元函数我们还没写 在后面我们会接着写 这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 声明本地方法 第二步交载动态库 交载动态库是SYS 使用SYS这个类 去调用一个Load 代表 是10% 要留一个近代函数 传过参数 这函数 这款代表我以前讲过 这是交载动态库 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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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就往前了 这上面这个秀函数 实际上就是去生命了 这个动态库里面对应的一个秀函数 可以这样去理解 等会我们去调这个秀函数的时候呢 本质上就调到了这个动态库 夹着这个动态库里面的一个对应的秀函数 再来看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调用本地方法 就是调用我们生命的这个秀函数 好 我们去调用它 怎么调用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按钮的接近四键当中去调用吧 这里就在这配置文件当中 布局文件当中 有一个包腿 包腿1 我根据ID号把这个包腿1取出来 这是安卓的技术 这个我不多说了 然后通过Btn去setUnclicalListener 把单情内单进进去 这些都是属于安卓技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现好了 只要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函数就会触发 而这个函数触发的时候 我去干什么事情呢 就去调用我们生命的这个本地方法 这个秀方法 HD 秀 这一步就完整 那现在去运行这个项目 那现在去运行这个项目要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运行之后 我们只要去点击这个按钮的话 它就会调用Unclical函数 Unclical函数呢 又去调用秀函数 而秀函数真正执行的是 动态库里面的一个秀函数 但是现在我们的动态库还没住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把动态库给注出来 动态库注的步骤 是先去 写个C文件 然后写配置文件 然后把我们的项目 烤到NDK目录中 然后才能生成动态库 所以这个步骤非常复杂 冲击动态库 这里有个式例 把它复制出来 我们要写C元函数 C元函数在我的项目里面应该写在哪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在你的项目上面去创建一个幅链角 固定名字叫JNI 然后在JNI下边 你就可以写C元的所有代码 比如说我随便起个名字 点C 当然名字是任意的 前队名是任意的 后队名点C必须的 看起来这里比较复杂 实际上到底不用慌 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前面这三个是导入我们的铜键 这些铜键不是JNI标准的 它是安卓当中的 所以就这样导入 每次就这样导入就可以了 这个是核心库 这个是处理支付串的 这个是处理导印信息 以及日制信息的 而下面还有两个呢 是 这还有两个 这两行代码 你根据C元就知道 它是一个 红定义 这红定义 那么它定义的是后面的函数 这后面的函数的作用实际上是 跟print4 跟语言print4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用print4呢 是因为print4在我的 在我们的安卓环境当中导印的时候呢 看不到 看不到 控制台上看不到 但是它不会报错 所以我们换一种 换这两个函数 而这两个函数又太复杂了 我把它 重新换个名字 用这两个名字 然后后面是使用它的一个模板 你就把 Logi当成是print4来使用就可以了 可以导印支付出来导印整数 当然导印整数也要用百分之低这些来生命格式 总之跟print4的使用是没有区别的 Logi和Logw两个都可以使用 两个都是导印 但是区别是Logi打出来是一个绿色 Low打出来也说是黄色 一般说来普通信息用三面 紧到信息的用下面这个 这里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要写的 c源函数 c源函数该怎么写 这个c源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这c源函数就是这对应的这个锈函数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去调用锈函数 调用我们的这个本地函数 锈函数 那么它真正运行的时候呢 本质上是掉的 实质上是掉到了这里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不是直接写个锈就可以了呢 不是 这里应该有一个对照关系 一个对照关系 怎么写呢 首先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函数是wide的 所以这里就写的是wide的 其它的是一个固定的格式 Job必须像必须这样开头 这个函数名 然后这里应该写上包 包是什么 就是这个锈函数 所在的内的包名 也就是这个包 com点 我把这个包复制下来看一下 应该这样 不过必须把这个点改成效果线 这是一些固定的一种写法 然后这里还要写上lay lay其实就是指修函数所在的lay layactivity copy 粘贴 后面写什么呢 后面就写我们的这个函数名秀 这个名字就是要这样固定的写 这样写好之后 那边一定要秀函数 这个函数就会被固定掉用 当然这个函数名的对照规则以后 我就不讲了 至于前面 比如说这个前面的返回值 假如说这里返回值是int 是stune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永远性变链 那么这儿该怎么写了 这个内容不是本节课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我们后面 专门要用很长的一节课时间来讲 就是我们的本地哈数静态注册 所以现在我们并不关注 这一节课我们用的也是wide的 我们还会发现 是这个地方有个秀函数的参数是没有的 但是你发现CV函数多了两个参数 这个为什么要多这两个参数 也是在后面的那个课程 本地函数的今天注册 那你去讲 这里我们就不管了 这里呢 你只要知道那个秀函数被调用 这个函数就会被自动触发 而触发的时候 这里会导印出一个制服串 我把这个制服串进行修改 比如说 hello hello word ndk 这样写 好了就这样 就这样的话我们的 这一步算是已经完成了 又完成了一步 就是说这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又要进行一步 洗makefile配置文件 makefile的配置文件 好 这是makefile配置文件的内容 把它复制出来 嗯 后边 后边 那makefile配置文件该怎么写呢 这个例子是官网里面 导出来的一个例子 你看他这里面 也是gmi上面写了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android.makefile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配置文件的一个固定的名字 你不能写其他名字 啊 建个文件 android.mk 把刚才的内容粘贴进来 这个不是说我要故意粘贴 这个的确我也记不住 也没有必要去记 啊 嗯 我们 因为他这个模板是固定的 你每次就把这个模板粘进来就行了 嗯 这个模板粘进来 当然要做一些修改了 模板嘛 不是说定版 怎么修改呢 情报 只改这两个地方 就可以了 每个项目都是这样 只改这两个地方 其他的固定写下来 这个应该写成 你交载的动态库的这个名字 WG2 啊 这里写的WG2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也应该写成WG2 就这个意思 对照起来 然后 呃 然后还要改的一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要改 就是这两个地方改吧 这个地方你就请你 写成你的这个深远函数名 没Activity 就这样就OK了 其他的意思简单可以介绍一下 这里是导入一些 嗯 导入一些变量 这里呢是声明啊 当前的目录 在什么当前的文件 这个文件所在的文件角是当前文件角是什么 这里是这个也是必须要导 这个不导的话 这个也是必须要固定写下来 就是这个格式 你不用改它 这个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 嗯 声源函数当中 这个 Logi和Logw才会生效 否则不会生效的 当然你 理不理解都没有关系 我们这样固定写 然后每次就改这两部分内容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第 第几个步骤呢 这就是我们的 这里的又一个步骤 就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 这个安卓项目 把它拷贝到ndk目的中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项目啊 我们建的这个项目 应该把它拷贝 把我们建的这个项目 把它拷贝到我们的ndk中 拷到哪了 就拷到我们的 之前环境搭建的时候 到这个目标当中去 就这个目标 然后我也 只要拷到这个目标下面就可以 当然可以 你甚至可以在这一项目 这里面呢 再建一个目录 然后把它放在指目录里面也可以 也就是说 只要放在这个 目录的指目录当中就可以 我一般建议大家 在这里建个五天脚 然后把我们的项目考进去 其实呢 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考进来呢 这里我采取了个技巧 我们右键 右键这个项目去看一看 属性就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你看它好像本来就已经在哪了呢 在这个我的这个ndk的这个目录当中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我在这个目录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目录 我的那个项目 ndktestin 当然这个名字好像搞重名了 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 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这里呢太巧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项目 所以说我们还要不要考进来了 不用考进来了 当然如果说你的工作空间 Eclipse工作空间不是在 不是这个目录是在其他地方 那你就必须要考进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在这儿 建一个工作目录 Eclipse的工作空间 然后用这个目录当工作空间 打开Eclipse 以后你就不用再 就不用再拷贝这一步 就不用再做了 所以这一步呢 我们也算是什么完成了 最后一步就生成动态库了 生动态库 就是把我们之前写的C元函数 把它打包成动态库 我们根据这里的提示 根据这个提示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运行CYGWIN中的这个文件 然后在文件单 然后进入项目文件夹 就是进入 就是什么项目呢 就进入我的这个NDKTESTG 这个项目的文件夹 进入之后 我们再去执行这个命令 它动态库就一定会自动生成 好 我现在来进行操作 首先打开 我们的 找到我们的CYGWIN 去运行这个文件 双击 打开 运行这个文件 然后首先我们要输入的是这个目录 首先要输入的命令是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进入我们的项目 是吧 不过进入项目之前 我输入这个命令 NDK CD美元复号NDK 你看 它实际上这里呢 就进入了我们的NDK目录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现在是进了 这个目录 进了这个目录 可以 我们可以测试 可以输入一个 查看文件查看命令 我们可以去对比 这上面这些文件 本质上原来就是 就是这些文件 说明我们真的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是在这个工作空间 上面的这个上面 这才是我们的项目 就进入我们的项目文件夹 所以说我们这儿 要去输两次 输入这个CD NDK TESTE TESTE 再NDK 前面的是工作空间 后面这个是真正的 我们的项目缘 这样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输入我们的命令 美元符号 NDK 正写杆 NDK 短杆 DUILD 回错 这就在正在生成我们的项目 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东来库生成了 我们也发现 你看这里有一个名字叫 libwg2.so 然后这一步 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生成 libwg2.so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这个makefile的配置文件 这个名字决定了 当然这里也要为谁 与这匹配 这里就是要去交载 libwg2.so 而这里的配置文件就规定 它生成东来库的时候 就生成 libwg2.so 所以说我们这一步 已经成功了 成功之后 成功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测试 去测试 测试之前 你看先在Eclipse中 刷新项目 然后再运行项目进行测试 一定要记住 要刷新 看好 刷新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东来库啊 这里就看得到了 不过现在看不到啊 我刷新就看得到了 flash 你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就在这儿生成了 你就不管它了 就这样 这是它标准的组织结构 接下来我们就运行这个项目 右键 运行 如果运行能够成功 这就说明没有问题了 运行出来了 把这个信息清空 再去看一看我们的Android的逻辑 逻辑是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函数出发 然后第二用秀函数 是这样的 这个秀函数就是我声明的本地函数 而本地函数呢 会自动到这个 LIBWG2.SO里面去 找到一个 找到C元对应的那个函来库函数 也就是执行这个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 生成的一个函来库函数 而函来库我们知道也有了 名字就是什么呢 就是LIBWG2.SO 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们就匹配起来了 所以这里我只要 而这个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由于它的生成 这个函来库的这个 C元函数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那个秀函数一执行 这个函数就会执行 然后这个就会被导印出来 我只要看到 反过来说 只要看到这个信息被打印了 就说明我们 整个步骤就已经成功了 好吧 我还没有点击按钮 所以还没有执行这个本 还没有执行秀函数 现在我就去执行它 点击它 看一看是否导印 这个信息拖过来一点 看到了吧 Hello World NDK 就是这个制服图了 说明运行成功 我们可以多运行到几次 你看 每点一次 它就掉一次 它明明在胶板当中 掉的是秀方法 但实际上执行的是谁呢 动态库通过这个方法 申请的那个函数 如果说从设计模式上说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秀函数实际上是一个代理函数 本质上这也可以这样去说 完全是一种代理的方式 代理谁 代理我们的四元函数 那么既然掉的是动态库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 mayactivity.c把它删除掉之后 我的项目运行出来 还能不能成功呢 仍然可以 因为它掉用的时候 已经不是掉C了 它掉的是动态库里面的函数了 非常幸运 就这样把它给做成功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那就主要是看这个 整个流程 至于这个函数 至于这里为什么有这两个参数 然后前面的返回值 到底应该洗成什么 这里如果这个地方呢 我们秀函数写的是外岛 这里也写外岛 很简单 但是如果洗的不是 如果这个秀函数 返回值不是外岛 是其他的 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这是我们后面的内容 但是这里有一点也要记住 就是函数里的对应 应该是Java开头 然后交上包名 交上内名 再交上我们的本地函数的函数名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 下节课继续分享 后面更精彩的内容